忌口平常是不太會有 對啊 就比如說可能 口X也會喝啊 身體的最大改變啊 身體健康的方面啊 因為以前胖的時候真的很多 莫名其妙的疾病 但是瘦的真的就都好啦 我最近開始在嘗試 就是國外很流行 就是說每天照時間喝水 發杯水 對 但是就是想試試看 再跟大家講如何 就這個感覺如何 少量多餐 我覺得少量多餐 但這是影響我很多的地方 讓我自己維持在一個 不要是飢餓的狀態 大家應該很常有飢餓的狀態 去逛超市 你就會胡亂買 一樣啊 就是你如果太餓的狀況 你進餐廳你就會點一堆 然後現在呢 又會覺得不要浪費 就硬撐把它吃完 那其實是會把胃養大 所以現在都習慣 不要讓自己挨餓 忌口平常是不太會有 對啊 就比如說可能 可樂我也是會喝啊 但是 可樂我可能就會挑那種高纖維的 他現在有個零卡高纖維的 鹹酥劑我也會吃啊 如果說比如最近可能 要生理期要來之前 會腫一點 胖一點 我就會 比如說吃日式料理啊 這種比較清淡的 清淡對我來說的定義就是 自己散發出來的自信 我從他的這個叉叉又 然後一路穿到現在穿到S 整個一路過程 只有他懂 胖的時候也當然就是 只敢穿素面的 但是現在你就會覺得說 比如說像我現在穿個西裝外套 然後配一個他們有蕾絲的 就覺得 其實是可以展現 敢開始這樣穿的 姐就是這麼美 那一部應該大家都看過 其實我看那部電影 有還蠻大的感觸 因為我覺得 其實大家就是要有自信 要有自信的時候 大家就會被你的那種 自信美的感染 然後大家就會覺得 其實他身上有一些什麼 獨特的特質 是很吸引人的 其實身形並不代表一切 我自己最有自信的部分 就是我覺得我在工作的時候 認真工作的女人 也是很可以很性感的 其實認真生活的女人 也是可以很性感 所以就真的是 取決於自己散發出來的 這種氣質